永遠都是 首先由Global 去到一個國家 到香港 香港是九尾 當然要不到救生 其實這個是形勢比勁強的問題 你回歸之前和回歸之後 香港整個政治經濟的 situation 都是不同的 如果你說馬適主義 馬適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話 首先第一 其實是講出事實 我只是講的東西 不是說要講出事實的陳述 即是說很大可能 如果中國發展到的階段崩潰 不是香港第一個就會受害 因為我們的經濟結構 現在是over-determined by China 以前不同 譬如你以前在九七年之前還未回歸 其實都不是的 自從中國大學開放之後 香港整個經濟拉扯力 譬如你在七十年代以前 你解釋回香港經濟 絕大部份受制於歐美 又不是美國為主的 社會資本主義中心 所以變成第一次 如果你看到香港戰略危機的數字裏面 第一次最嚴重的 尺寸危機是74年 只有20萬人失業 因為歐美市場的滞漲 令到香港出現 因為香港還是出口主導 但是到香港戰略第二個危機 就是九七年的時候 已經結合了兩件事 就是因為一方面 香港的公共的空洞化 除了是早期 還是說成文資本 當然是不會扶植 那些台灣的公共的資本 當時來講 香港都是馬會 匯豐 太古之主 但是其實在九七年就不同 其實情況就不同了 因為基本上 差不多定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其實這個 英國人都一直是部署的撤退 就是英資大部份都已經是 就是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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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著只剩下太古而已 差點都走去賣 就是現在其他都賣了 基本上已經是華人的資本 就是華人的資本來的 但是香港的公共的空洞化 完全有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是中國開始開國外格 即是你是資本家 都不會在香港投資去提升工業 可以繼續在過去的成功模式 用鹽教老公的債 都知道為什麼不是這樣做 所以變成80年代以後 大部份的人都走到大陸去搞工業 所以大部份八九十年代 香港的新發財 多數都是搞工業 即是發財的 所以在90年代裡面 通過上次過程裡面 亦都令到很多的公共資本家 都是仆街的 包括大家都記得 那些少工圖詞 即是很多個 就是利桑達 很多個做工業的那些 通過上市以為壯大 因為不懂得玩金錢遊戲 而是宜瓜圖 搞成香港是出現過的 但是現在 你去到20世紀 全球尖豬的經濟裡 一個最大的重要的變化 就是所謂全球化 全球化 全球化其實就是 就是 用馬爾士主義的解釋 就是 根本是國際分工裡面進一步 就是 擴大一個範圍而已 所有的工業的生產 都是那些相對廉價的勞工的國家 新的國家之上 例如中國 印度 巴西人之主的東西 但是 就是 先進資本的國家 基本上都是做 服務性行業 或者商業資本 和金融資本 其中金融資本最發展是美國 當然 搞到全世界都受美國的苦 你以希臘現在的例子 就是為例 希臘的人的鬥爭 就很清楚 那條債怎麼算 就是 如果那條債 是那些債權國 或者銀行 願意收窄一些 或者拖延來講的 這個希臘人 不用緊縮政策 一緊縮政策 所有希臘人都會是 人居然會受減 心目失去 所以就要抗爭 歐洲就是這樣鬥爭 但是 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 當然希臘國家的政權 都是之間加入政權 到最後 這個是決定的理論對比 在國際來說 在戰後 其實勞工的理論 都一路都是一樣 左派沒有了全世界 是不是 左翼 二十一都是 不知多久 香港還沒提過左翼 所以這兩天才提到這個 term 你全世界都死了 哪裏有一鬥 所以很大容量 多數都是會輸的 但是 你看到現在 國際的情況 就是 國與國之間 資本之間 其實現在都溫量的變化 例如英國 已經是記了一個教訓 美國其實內部 之後 有很重要的鬥爭 就是民主黨 對這個 Republican 如果大家最近看 在劉津義 有一個 基本上是 這個 尖豬國家 有沒有辦法 再救到危機 其實是有的 大家知道 每一次救到危機 都是將危機延後 過去就用這個 貨幣 例如今次來說 相對來說 在美國內部的左派 也可以用民主黨的代表 例如Paul Krugman 就用劉津義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如果政府再開支 當然大家知道 現在美國去了上限 就正在不准增加開支 即是國際都十四萬億 如果破了這裏 就算再有銀子 但是這些銀子 不是撥下去金融資本 而是拿來 就算是掘下條路 再重新回去 都請你給別人做 即是解決心的問題 就是了 就馬上有mass consumption 是不是 又可以起碼 現了這段時期 是有辦法的 這個是決定於 資金階級內部的鬥爭決定 當然現在來說 在美國都是 金融資本 即是當道 這個聯儲局 在美國裏面 最厲害的那些 都是高盛下 Morgan Canfield 控制了 就算是歐洲 你經常搞那麼多 歐債危機 其實都是一個 資金階級內部 嚴峻的鬥爭 在中國 大家也很清楚 知道中國 在金融海事之後 是成果 有一個戰略性的轉變 就知道 中國說真的 說得不好聽 其實是世界 支援主的一個殖民地 提供廉價的勞動力 但是這個trading 現在中國累積了最多的外匯 成為 暫時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外匯 即是外匯的國家 但是 大家如果看中國 過去這十幾二十年的經濟結構發展 一路都是在用 其實是這個國家的 所謂國家的投資是最大的 到現在都是四成幾 金融海事之後鼓勵 鼓吹所謂內部消費 到現在來說都是三成 在任何比較成熟的地方 其中一種國家裡面 譬如香港或者美國 基本上 靠內部的消費而去 帶動經濟或者起碼七成 就是說中國有排隊 每個階段 所以現在 你從某個角度來講 中國都有一個戰略性的轉變 為甚麼要騰動騰料 或者是 其實中國內部的最低工資 全國都提高了 其中一個作用 就是說 甚至早一兩年 證實了所謂的便利下鄉 就是希望通過增加工資的方法 抵消外匯儲備的貶值 因為要解決國際不平衡 只有幾個方法 一是人民為升值 那你這樣就不斷逼迫 第二個你不人民為升值 你可以將中國的成本增加 就是提高工資 如果中國提高工資自然 它的出口都會減少 那貿易的逆差便會改善 都是一個方法 所以中國亦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如果要解決這個危機 就一樣是印錢 不過是派給那些銀種 即是你解決了延遲的資本增危機 當然所有的統治階級 所以為何到今天 我開始覺得托派在理論上是錯的 是錯在哪裏呢 因為托派會認為 中國是一個所謂墮落的工人國家 即是如果你真是在國際資本主義鬥爭裏面 即是兩個資本主義力量去發生 戰鬥的時候要捍衛工人墮落的工人國家 因為它本質上是工人國家 就是社會主義性質 但現在擺明一個很實際的現實就是 可能在所有制形式上 中國仍然是全民所有制或者是集體所有制 但實際上 基本上是國家資本主義甚至是官僚之中主義 其實中國是絕大部分控制中國的資本 都是官僚的官僚階級 那官僚階級和帝國主義反衝 除非你是民族主義者 我看不到有誰是先進過誰 那要不去Defend它呢 我會自己打到救 當然如果你在強弱 即是來講 當然現在到今天 美國都是最強的國家 所以美國還是用很多方法 去解決這個矛盾 例如 你看到他最新的方法 就是 他知道自己再去對這個QGB 是不能得住的 因為內部是反對 但是不等於是一定不會對 因為他只能代表金融資本的力量 到最後都是要製造一些利潤給金融資本 但是現在的方法就是 他要壓低美國的通脹 所以立刻用IEA去增加這個石油供應 是令到美國所有的cost 這個令到全世界所有的商品都立刻下跌 令到中國也都立刻 想著對中國有儲 例如上一次當你這個大亂印錢的時候 那些錢走去湧去炒商品 那就造成所有 由cost成本帶動的通脹 中國會受害的 那現在來說 為什麼昨天的市場大升呢 就是因為全世界看到 就說 喂 如果石油跌的帶動商品下跌 中國的通脹 就有機會放緩 有機會放緩 有機會放緩 這個所謂緊縮政策 就有機會放緩 就會多些錢出來 那這些資產就有機會足夠 基本上的dynamics就是這樣 所以變得不是說 你一招想要怎樣就怎樣 因為是有個客觀規律看到的 任何一個經濟政策或什麼 都會引致一些連鎖的反應 而這些的表現可能就在股價 或者不同的商品的價格裏面 好了 這些分析都是屬於所謂科學的反差 就是說你要對事實無理 左派右派也好 你都要很清楚知道現實究竟發生什麼事 至於你說根據這個現實的分析 而落出的結論 應該政治上採取什麼立場 那個就是意識言態 那個就是你站在什麼階級 就是什麼立場 這個很明顯的 不知道 你一定要具體問題 具體分析 你抽象講是沒有意義的 抽象說自己支持外人階級 是沒有意義的 你一定要落實到在具體 在不同的時間裏面 在具體的情況裏面 是哪一件事的政策 是對絕大部分的群眾有利 就做了一件事 如果不是你就是流於教條主義 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現實裏面 所有的經濟是互相拉動 在變動中的 有時候這個矛盾上 就是口號 但是一個可以讀完的政治口號 或者其實你看到這次七七遊行 曾經權下台不是一個讀不到群眾的口號來的 不是說這個契制不應該落台 或者群眾不討厭這個契制 而是社會矛盾的集中點 不是在真和真上 跟董建華的時期不同 為什麽董建華的時期裏面 你說董建華下台 是令到大部分的人 即是由上至下級去到基層都會是響影 就因為那些人還有一個 就是wishful thinking 覺得如果換了一個特首 那就香港都會有一個轉機 所以就是所有人 你說叫董建華 當時香港的所有泛民 都沒有這個政治解讀能力 口號也是民間叫出來的 我們去搞島東運動 所以一旦叫董建華全世界都下台 那即是證明口號是結合到絕大部分群眾 那便發生了力量 只要用到契制來講 你的領導不會借口號去堆壞董建華 是完全有機會堆壞他的人 今天你再叫曾任元下台 是全世界都看到曾任元契大是不做事的 Defectal 已經是沒有用的 而人知道是你叫他下台也沒有用的 因為換了第二個 那些人已經沒有了這個希望了 覺得無論他是林鄭先生 或是邊差也一樣都是立法來的 那你叫他下台也有甚麼方案呢 但是相對來說 你現在叫地產霸權 那天就結合到絕大部分群眾的經驗 就算你是中小的商戶 就算不是地產資本 或者金融資本的行業 都是新秀其害 那就有響應了 那些是口號 就算不是科學 但是有一個動員的症狀 那些是不同的 所以你搞鬥爭的時候 你就是要這樣看的 至於具體的不斷是轉變的 世界的資本是轉變 歐美之間的矛盾是轉變 中國和中美之間的矛盾是轉變 還有大家也知道 將來那個戰爭 可能有時候的矛盾是集中在金融資本 譬如你在英國現在都有一個新的轉變 就是由於金融風暴之後 還有國際的巴塞爾的決定 要全世界所能增加的資本充足水平 另外就是要求 就要求英國 是會要求所謂的零售銀行銀 和投資銀行銀要分家 那這件事 馬上已經有過 很多人很快得到結論 就是匯豐就麻煩了 因為匯豐那個盈利能將會大降 所以在這個時候 從投資角度裡面 不像以前的價值 全部都是廢話 這個世界沒有 股票是拿來炒的 沒有一個股票是值得拿去食材的 因為它已經是沒有了 當然 就要看 在英國來講相對地 其他的 金融資本的力量是沒有美國那麼大 美國就做不到 美國曾經是想限制高席 要他們自己 不可以自己坐盤 坐盤後期 但是相對地來講 很快就馬上 一個股市一 一代性同樣是照分水 大家